沈腾的这句话就的不只是关晓彤 而是整个北电 在某综艺上 张晓菲表演吃火锅 现场嘉宾菜是真吃还是假吃 贾林和沈腾一致认为是真吃 此时关晓彤却是反对意见 为了让大家更幸福 甚至搬出北京电影学院 表示自己和张晓菲都是北电出来的 深知无食物表演的套路方法 因为我俩都是电影学院的 然后我俩如果要演这段 我觉得我也会那么演 就是本来没有 但是我就演得特别的真 此时的她还没意识到 自己的发言正好为黑粉提供解读素材 关晓彤就学历 说电影学院演习套路 关晓彤和张晓菲比演技 沈腾此时的原场 将此次的事故完美地划上句号 单讲星座和综艺 问了华晨宇一个刁断问题 你认为 有多少观众看王牌是为了你呢 华晨宇仔细斟酌后的答案 只提到了贾林与沈腾 同为常驻但被忘记的关晓彤 只能笑着用胳膊无脸演示尴尬 沈腾立刻接话 保住了两个人的面子 就连假话都不提小彤一嘴吗 当沈腾不在身边 没人帮他原场 某节目里红衣服和韩剧 扔手机名场面 信他让小彤配合 只见他手已经伸了出去 但男生看了眼边欲言又止 说出了另外女生的名字 悲剧的他自然尴尬 主动离开让位置 沈腾对小彤的保护 体现着他的高兴伤 而一部电影到底好不好看 要看韩腾亮的高低的评价 足以证明他在观众心中的地位 感谢观看